大家好,又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说是有一个全国政协的副主席 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全国人大的一个副委员长 立民发表了一篇文章 然后他们这些人就看习近平看不下去了 但是又不敢造反,就经常是发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文章 前天我们分享过一篇文章 很多人觉得挺受益的 说一个正部级的官员 关于这个细胞的现在这个国家 七个判断,提醒大家赶紧准备 准备后事,否则就来不及了 很多人觉得很受用,而且也有几分道理 今天又看见这么一篇文章,说是一个级别更高 说是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或者是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之前曾经很红的一个人,江时代很红的一个人 后来被习近平给冷落了,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 到底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我猜吧,应该是那个张什么 当过新疆的书记的,叫什么我都忘了 这帮狗冠崴蓝的记,写了一篇文章 他其中的观点很简单 就是习近平看上去是大权在握 把所有人都扫掉了,是吧 现在全是他的太监,围着他转 没有一个人敢做主,大权在握吧 其实恰好相反 中国现在在习近平这么一通乱搞之下 我已经完全失控,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没有人愿意真正二八斤的做事情 所有人都要挑子都不管了 就习包子一个人忙,习包子能忙到哪里去呢 下面的人都看眼色,都不管事,都不拍板,都不负责任 那我们知道一个良性的社会啊 是每个人都有责任感 我在规划成我们这个国家的公民的时候 宣誓的时候,就反复讲 那个法务部的官员就讲 每个公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国家的主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对这个国家要尽到你应该尽到的责任 是吧 所以你想想,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搞不好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对这个国家负责任 过去是老百姓觉得事不关起,高高挂起 个人自扫民权血 现在是土工的官员没有一个人负责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完了以后就得出一个很,我认为很靠谱的一个解论 就是习包子中国特色特别色的中国啊 他不是一个习包子大圈在握的中国 恰好相反 他是一个全面失控的中国 挺有意思的啊 说个,首当其冲的是思想失控 你看没有,就是体制内的人是吧 体制内的人说话就这么说话呢 什么叫思想失控呢 思想不是竞争吗,不是多样性吗 不是多样化吗 是不是,不是自由吗 体制内的人他就这么想了 所以一开始有人传过来说 这篇文章是某一个官员写的 我还有点不信 我说谁敢写这种文章啊 后来我读了一遍 哎,有点意思的啊 有点意思的 估计是一个体制内的官员写的 所以我基本上相信是一个比较高级别的官员写的 首先是思想失控 这个话就听起来我就超他妈一万遍 但是没办法啊 人家就这么思考的没办法 我们这会儿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啊 说以前是毛泽东思想挂帅 后来呢是邓小平的这个黑猫白猫抓住老鼠 就是好猫以经济健身为中心是吧 久而共识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 是这样子的吧 有道理的呀 久而共识久而共识嘛 什么叫久而共识呢 说如今伪人已经死悄悄了 是不是 思想处于多元混乱的状态 你说这句话 你敢说这句话 不是共产党的高官写的 有点意思的啊 就是你习近平他没有那么多思想 他他妈自都不认识有什么思想啊 你出的书越多你越没思想 你不有毛病吗 所以现在谁都明白就是哄他玩 越是哄他玩 人们就越不相信他 这不就是所谓他说的所谓思想失控吗 第二就是什么呢 权力失控 说全社会啊 现在都是个人自扫门全血 他说的是权力啊 不是老百姓啊 大大小小的山头 每座山头都有一个土黄 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 他就是言 他就是法律 连小小的村干部都无法无天 横行相礼 所以呢 所有人都是村片乡 相片县 是吧 一直骗到国务院 现在不是一直骗到国务院啊 是一直就骗一个人 骗细胞子 所以呢 细胞子也是山高红绿管 他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管不到 是不是他总有一万颗牙签 有十四亿颗牙签 他也管不到中国这么大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权力其实是处在一个 失控的状态 这是有道理的啊 我们以前学这个 哈埃克的政治哲学的时候啊 学这个美国有一个研究机构 叫什么来着 就是以米塞斯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机构 一下子我都想不起来了啊 就讲说权力分散的时候 他的管理的效率是最高的 权力集中的时候 管理的效率是最最最最差的 所以有些个习惯性的观念 我们一定要改过来 我天天说这些个常识 权力越分散 社会的效率越高 权力越集中 社会的效率越低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都是啊 加强领导 我以前当当那个什么 土狗小太监的时候 写文件 就这么几个破话 怎么办呢 第一加强领导 不是不是第一 不是加强领导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统一思想 统一认识 第二是加强领导 是吧 就这些个宠话 这么一代一代人的就这么说 你不知道我过去有多蠢 真的 权力失控 第三是什么 腐败失控 说现在的腐败啊 比习包子刚上来的时候的腐败严重的多 习包子反腐败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就只是打倒了几个政治对手 这是有可能的啊 这是有可能的 那当然了 你共产党的官员 你不让他腐败 他干嘛要做这个官员呢 有毛病吗 没必要的是不是 官员这个东西啊 我看了这么多国家 我就觉得他就几点 第一 他有三种 一个人为什么当官 在自由社会 他有三种这个叫做什么 利益的诉求 人都是利益载体 人都是理性经纪的人 为什么我要当官呢 第一 对这个国家的责任 他觉得是一种义务 他觉得我要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有权力我可以做事情 第二就是有稳定的收入 官员的工资不低的啊 在韩国在日本一个官员的工资 大概相当于一个大公司里面的中层收入 工资不低的 可以的 他绝对不是一批穷人 所以基本上也有某种高薪养莲的感觉 真的 他有几个东西呢 为什么要做官呢 他有原因的 如果你又不能出名 你又没有责任感的一种意义感 你又不能赚钱 那剩下的一条就是贪污呗 就是灰色收入呗 所以中国人当官都是为了奔着灰色收入去的 你说是不是 所以现在腐败失控呢 腐败这个东西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子的 你越反腐败 他老百姓他那些官员 他越能聪明的绕过你的 这个所谓的臭狗屎不如的法律 学会更高级的腐败 腐败的水平 他是叫做道高一尺 他是魔高一丈 是这个道理吧 然后第四呢 是大量的官员出逃腐败 官二代富二代 主要是官二代 将巨款转移到国外 然后想方设法全家出逃 离开中国这个是非之地 是吧 那有关部门呢是睁一脸闭着眼 根本就不管 哎呦我挺有意思的啊 你想想我一直以来 我是觉得人类社会是很糟糕的 都差不多 人都是臭乎要你的 你看现在全世界有各种非法难民 进入美国 但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比如这些个难民 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个难民的产生国的领导人 在公共场合说一声我对不起 是吧我错了 我的老百姓逃离我的国家 我治国无能 我说一声对不起 有吗一个都没有 像中国 四个人都想离开中国 但是习包子孩子厉害了我的国 你应该要按照正常人的逻辑 你应该要向老百姓说明一下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愿意离开呢 都要跑前跑路呢 那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有问题没 大家对我们这个国家没信息 没头猪都知道是不是 一只猴子都知道这个道理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共产党习包子 向老百姓说不要走了 我们改进我们的这个管理国家的水平 大家都回来吧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他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 所以现在官员出逃 有钱人出逃 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潮 绝对的 但是其他还有一些个失控 比如说假冒伟尼的产品失控 是不是 完了以后整个机构扩展 公务员的机构扩展失控 现在公务员的机构 各种部门越办越多 根本就收不住 还有所谓的有毒的食品失控 还有所谓的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失控 还有中国的教育失控 中国的医疗失控 中国的演艺圈失控 中国的房价失控 中国的这个土地财政失控 还有这个违章建筑失控 泛滥沉灾的保健品失控 还有各种胡言乱语的这个战狼失控 多如流氓的专家失控 是吧就这些个话 所以我觉得写这个文章的人呢 他一定是有点职位的啊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中共的某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或者是个全国人政协副主席写的 反正这个文章呢 写的满接地气的 的确是这样子的啊 的确是这样子的 还有什么警察失控 法官失控 废话嘛 你现在中国的法官 中国的警察那是司法人员吗 公检法人员 那是土匪啊 那不就是失控吗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 还是前面几个失控 我觉得讲的蛮好的啊 真的讲的蛮好的 大家都想想吧 是不是 权力失控 是吧 腐败失控 出逃失控 你想想 大家都跑 完了以后 都没有人对这个国家负责 然后习近平还觉得自己 是挺有水平的 千古一迪 你说这个国家怎么搞得好 所以呢 中国人嘛 学东西 他都是坏的 好的学不会啊 坏的一看就会 就是当年 这我说几句坏话 不正确的话 就当你看见那篇文章的时候 你收益是什么呢 你不要小 你不要害怕 恰好是你在中国 翻手为鱼 覆手为鱼的大好时机 发黑心裁的大好时机 既然腐败失控 那你就赶紧腐败 如果你腐败被抓了 说明你水平不够 是不是 你要学习怎样做一个 这个什么腐败的一个 一个博士后的这么一个高级官员 要把腐败这个事业要进行到底 高水平的腐败 要出逃失控 官员都在出逃 你为什么不逃呢 你不是有毛病吗 是不是 所以有些东西啊 是蛮有意思的 乱世叫出什么 出枭雄 是不是真的 习包子的时代 他是个乱世 他的乱世的最大的表现 就是不是习包子大劝毒难 不是习包子大劝在握 而是习包子大劝失控 整个社会失控了 就这么简单 谢谢